LPO官宣临近尾声 微博 京东等多支战队官宣首发阵容 只有EDG没有任何动静 剑指憋气大赛冠军 炮博放弃得杯冠军 国豪 欧城回归赛场 先看微博官宣帅哥续约 激战力仅次于京东 银河战舰正式起航 帅哥迎来S9之后最强队友 评论区9个评论 10个起飞 上期视频预测对了 微博果然中午官宣咖萨 下午官宣帅哥 一人一个热搜 还没开赛五个热搜 可以预见正式比赛后 霸榜热搜榜 贾总太懂流量了 先不谈微博成绩如何 贾总已经麻了 超级银河战舰京东 官宣新赛级大名单 一个字 豪华 官宣视频别出心裁 做饭阿姨真人出镜 众所周知 京东都是他在C 先要飞左手 红米再开始调教 专门提拔一名 来自平乡的T5中单老子强 及其三个一星平乡中单 合成二星左手 剑指LPL春夏双冠 挺进S13决赛才算成功 涛博官宣得杯大名单 一队只有Mark三赛 得杯冠军有毒 之前拿冠军的两年都记了 涛博哥不要冠军了 改下运势 UP官宣得杯大名单 Harry 宁王 秦 Doggo 宝兰 全员主力 剑指得冠 任川人 集合啦 RA也是全主力出战得杯 快宝 乐爷 Strive 阿萨姆 南风 而Puff没人要 微博求职 从没想过放弃打职业 正在努力rank 准备随时返回赛场 WE 也是全主力 出征得杯 Hope 和艾王帝 叙迟再发 首胜就在今年 TT 官宣首发阵容 Hoya 北川 Yuka 宦丰 新流 苏宁正统在TT AL 官宣 蛇蛇加入 搭档Betty 闪电狼下路组合重拒 爷清回 老干爹官宣 原BL级打野国豪复出 从胖憨憨蜕 蜕变成帅哥 变化也太大了 按照BL纪元理 出走的选手 都会有质变 期待国豪的发挥 现在只有EDG 没有任何动静 Scott转会谜团 快比肩冰岛事件了 或许真相 永远不会揭晓 Fanatic官宣 新赛季大名单 欧城王者归来 颜值变化 刚好和国豪相反 LEC发文 那个男人回来了 排名十足 欧城发推 感谢KC 谢谢你们 拯救我 照顾我 帮我找到回家的路 我将永远感谢你们 谁来拯救Upset呢 欧城被G2卡合同 欧洲减资杯 被Fanatic卡合同 阿水 乌兹 都被卡过 AD 有被卡合同的debuff是吧 LEC赛之大变革 分为冬季赛 春季赛 和夏季赛 LCK季前起航赛选人 已经结束 由于一个战队 只能有一人参赛 Faker选择Dudu Weller Wiper 原神哥 Deft选择 Morgan Kaz Chovy Peter LPL 也搞快点 感谢观看 求关注 下期再见